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背着上妻时评继续往下讲 原本陌森今天是想给阿祖法做主 赶出康特妈妈和表妹吉尔纳 他实在无法忍受这两人不断地制造麻烦 扰乱阿祖法的生活 莫森怀揣着正义之心 希望能为阿祖法母女提供一个安宁的环境 然而康特妈妈却不依不劳 一直叫嚣着她就要住在这里 她的态度强硬 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 莫森看着眼前这个蛮不讲理的妇人 心中充满了无奈 她试图劝说康特妈妈 让她明白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了多大的困扰 但康特妈妈却充耳不闻 依然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想法 而且 莫森现在也很需要钱 生活的压力 让她不得不考虑现实的问题 她思索片刻后 说道 谁可以一次性买下这里的土地 我就把土地卖给谁 大家都知道 之前莫森把土地以很便宜的价格 卖给阿祖法 那是出于对他们的同情 但阿祖法也没有那么多钱 当初也只是支付了少量的现金 现在莫森要求一次性付款 对于康特和阿祖法来说 这根本不可能 康特听到莫森的话 心中焦急万分 他不想失去这片土地 更不想让阿祖法再次陷入困境 他急忙说道 我把车底押给你 他希望能用自己的车 换取一些时间 筹集资金来购买土地 然而莫森拒绝了 莫森认为 康特的车步之前 没人要 在他看来 康特的车 无法解决他目前的经济困境 这个时候 康特妈妈却表示 自己可以一次性付款 买下这里的土地 阿祖法听红 心中涌起一股愤怒 他没想到 康特妈妈会如此绝情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惜一切代价 他不停地责备康特 认为都是康特惹的祸 如果不是康特 没有处理好家庭关系 事情也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康特妈妈此刻更加得意了 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 可以彻底掌控这片土地 让阿祖法离开 他以吉尔纳未婚夫的名义买下了陌生的土地 这个决定让阿祖法感到绝望 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 阿祖法看着康特妈妈得意的表情 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无奈 他想起自己和康特为了这片土地付出的努力 想起他们曾经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如今 这一切都被康特妈妈的自私行为打破了 他感到自己的世界瞬间崩塌 未来变得一片黑暗 康特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他知道自己的软弱和犹豫不决 给阿祖法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他后悔没有早点解决妈妈和表妹的问题 后悔没有更加坚定地保护阿祖法 他看着阿祖法伤心的样子 心中充满了愧疚 莫森看着这一幕 心中也有些不忍 他知道自己的决定 给阿祖法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但他也没有办法 他需要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而康特妈妈的出嫁 确实让他无法拒绝 他默默地叹了口气 转身离开了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阿祖法和康特必须面对现实 重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们不能就这样放弃 他们要为自己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阿祖法决定不再依赖别人 他要靠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 他开始思考如何筹击资金 赌回这片土地 康特也意识到自己不能再逃避责任了 他决定和阿祖法一起面对困难 共同努力 他向阿祖法保证 他会尽快解决妈妈和表妹的问题 让他们不再骚扰阿祖法 他也会努力工作 赚钱赎回土地 阿祖法保证